小心一点 杰的目标在天使没大招的时候应该都是瞄准他了 是的 我觉得这一把大腿很有可能面临着蜘蛛直接一脸 然后配合着杰的这样一个情况 不过WE这边的 其实他凸脸并不是特别强 但是WE这边反开非常的可怕 是的 维鲁斯以及蛇女的大招反开是效果非常的好 对 凸脸的话可能杰一个人上去的话 意义不是很大 毕竟他也只是一个打野位 他的装备可能不如中单 出的那么豪华 是的 而且提醒一下在场的观众 或者明天准备要来的观众 那么明天呢是我们这个久违的开放日 什么叫开放日呢 第一明天我们下午三点钟开始正式的比赛 并且在两场比赛打完之后 将会安排一场现场观众随机抽取 在对战台上和解说对抗的比赛 这个我居然都是现在才知道 是的这个是我们保密了很久的东西 看来我很危险 是的 要不如你留在这里解说 我去打 我非常的想打 但是他们告诉我我要解说 W1又是采用了这样一个鲜石头人 然后再去反对面蓝 在昨天打GPA的时候 他们就是用了这一招 但是没有奏效 刚才我看到那个LM的出门装 我就怀疑他们要换路 可是这个虫子一开始是往上走的 没想到是一个迷魂计 之后还是换路了 好 这边把真眼直接打掉 这样的话前期杰的发育要比人马好一些 好像很久没有看到单线的大虫子了 是的 最近有一次在春天赛出现是打野吧 大虫子最近好像用的人越来越少了 这个英雄我记得在以前卡特琳娜非常流行的时候 还是出场率非常高的 是的 大虫子当年的话打野出场率比较了多 一个发育起来也是比较厚实的想法 是的 因为他其实不需要什么装备 可以获得一件狂图的效果 所以说 他就是打这种不太占资源的位置 还是比较优秀的 这边LM其实 一级团的考虑上面稍微有一点欠缺 自己的蓝被拿掉了 是的 他没有想到 分路这个下路的大虫子是没有蓝buff的经验 这个是很伤啊 是 好 另外上路草莓的话 蜘蛛是拿到了蓝buff 暂时两级的情况下 面对这两个人压应该还能顶住 对 我们看到杰也是在三分半左右来 上路帮草莓清一下线 但说实话 蜘蛛单线的话 它的LE能力确实太弱了 所以说这边如果被对手强推线的话 还是比较难过的 所以就看这场两个打野是什么路线 是保自己的劣势路 还是说去强行进攻对方的劣势路 是的 下路的线也是非常多 看来都是保自己劣势路为主 对 拉到了 只能打一下 人马现在也来帮忙清一下线 这波线确实很关键 现在打野一定要在三分半左右 到四分钟来帮自己的劣势路清线 要不然塔掉的会非常的快 所以感觉这种放路的情况 中路会比较安全一点 对 因为打野前期的重点都要放在去包塔上面 哎 若蜂这里在勾引 但是自己血量不是很多了 好 这有机会 哎 好的 本极限吗 哎呦 拿到了 我们看一下天使没有死 这一波转的有点大 中路的天使是非常亮 这样的话中路的这一波呢 应该说凯尔在出气的伤害还是非常的高的 若蜂卖的有点太自信了 看来这个队伍还是很看重天使这个点的 之前的比赛他们是如果自己拿不到 就把这个阴城搬掉了 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两边的抗压路 现在其实发育率都差不多 对 蜘蛛16个刀 大虫子11个刀 而且大虫子这边的补迹品已经消耗殆尽 是的 蜘蛛由于拿一个蓝buff 我日常还要稍微好过一些 而且蜘蛛带的红药非常的多 因为大虫子还有一只回复技能 但是蜘蛛只能靠血腰来支撑 但是大虫子的回复要杀掉兵以后才能回复 他只补了十几个刀 好吧 看这边人马是 还是想来倾听线 是的 对 但大虫子这一把是 他确实比较的尴尬 现在LM上路的塔反而是推的比较快一点 是的 大虫子可能本身的清兵就比蜘蛛稍微强一些 而且人马也是来帮过 对 所以在优势路的推塔上面的话 LM好像现在要领先一些 而且我发现这把两边的打野 好像都是一个主发育为主 对 现在打野能做的事情确实不多 对 这个跟换剑还是有很大关系 是的 我觉得中路蛇女 就出来这一波要更小心 因为她只出来跟女神之类 对属性是没有任何加传的 没错 而且又没有闪现 对 所以说她在面对凯尔的这个单线压制的时候 一定要再小心一点 而且凯尔现在等级也是稍微的领先了一点 刚才是有点轻敌 对 计算少了对方的伤害 有可能带的是一个双穿符文 看一下凯尔的符文 有一点雾穿有一点法穿 应该是双穿符文 毁灭符文那个符文 对 毁灭符文 也是一个新出的 很适合天使的符文 是的 这个一出当时大家就觉得非常的适合凯尔 对 现在LM已经首先破了上塔 可以率先把路换回来 这样对他们打小龙也比较有好处 是的 而且下路的这个塔的血量 还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 等于说平白无故转了一个塔 对 上路大虫子去上路继续的发育 那这样的话双方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对线 不过若峰这里的捕刀并没有落下 他现在农兵的这个节奏确实很稳 很多比赛就可以看到他到20分钟之前 都是不怎么去支援的 一直在那弄弄弄 想最开始在W的时候 若峰是打ADC位的 我感觉打ADC位的人都比较看重这个铺刀的基本功 是的 是的 哎这里截 哎够 拉到了 拉到了一个露露 露露 露露是有失 闪现交的有点慢 卖掉自己了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一边诺言的发育非常的快 在中路都只有6级的情况之下 他已经到达了6级 这个蛇女刚才死了一波 他是 哎 这个中路已经打起来了 是一个背面的大招 没有能够变成石头 这波蛇女很危险 这波蛇女很危险 感觉要被换掉 而这里 哎 我觉得我可能被换两个啊 哦 还好 还好 这边是及时交了闪现 天使是没有交自己的闪现 因为他上去一旦被蜘蛛异到的话 蜘蛛再变成蜘蛛形态以后 这个Q的伤害 在你残血的时候是非常恐怖的 哎 快跑 闪现出他 漂亮 哇 这边非常的果断 交了一个闪现 直接勾到了这一边的凯尔 这一盘卷毛的 卷毛说没有机器人 只要是这种类型的医生 我都很擅长 是的 但是现在W中路真的发育 这个草莓 还是不敢过去 只是原地掉了一下 找机会 哎 遇到了 但是被大虫拿到这个蓝 蛇女来了 把这个蜘蛛给闪现 哎 蛇女还要交给蜘蛛过去吗 但是被Q起来 这个闪现交得好像有点不划算 现在W中路的心态 是不是稍微有点浮躁 主要是中路被杀了一次以后 他觉得现在要尽快地打回军事 对 只要打回军事以后 那他继续的发育 这样就可以了 我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着急 因为下路的优势还是蛮大的 我们看一下下路这个 双人路的补刀情况 维托斯领先了大嘴 十个刀 并且领先了一个人头 但是感觉这盘是把若蜂卖了 但是扬起了诺言 是的 中路蛇女死了之后 诺言吃了一大波线 现在等级是非常高的 关键是这一把 确实诺言的一个打野英雄 有57个补刀 对啊 中路吃那波线 还是很多兵的 是的 而且他还有两个助攻 所以看他之后 能不能帮中路弥补一下 这个烈士 下路 露露加大嘴的消耗 等级起来的时候 还是不错的 但是大嘴现在也是比较缺蓝 因为我们之前 之前看到 如果用大嘴打ADC的话 有的时候第三个蓝以后 可能会让给大嘴 然后中路选择一个 无蓝的这样一个英雄 好 这里人马在这藏一波 没有眼睛 看看露露是不是要卖一下自己 但是卷毛这里很机敏 直接就走了 是的 因为没有必要和你拼 他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不对 对 这个 第六感是很敏锐 黑了个变 为什么没有人提到娃娃呢 我这个人很正直 一般不会被黑的 现在上路的话 拥有蓝棒 在和蜘蛛的对线人的情况之下 其实大嘴不太 这边大虫子不太怕他的消耗 因为毕竟补兵回血 随着等级的成角 现在的话比赛已经进行了十分钟 那现在双方的经济几乎是持平的 但是LM这里优先退掉一座塔 所以说W现在从塔上来说 只要再退一座 他的经济应该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把这个追回来的 现在两边又进入到了一个平稳期 现在需要给若蜂很长的时间来进行发育 因为初期确实是比较的吃亏 如果现在强行开团的话 有可能蛇女的作用 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体现 对 刚才就说他初期女神之类的话 这个烈狮就容易被滚雪球 对 但是没有办法 他还是要更加注重一下后期的作用 所以说出了这样一线发育型的装备 就像这种强队来说 选手都是比较难被针对 可能前期他被压制的比较厉害 但是他经济不会落后 对 到中后期的时候 其实蛇女的作用在团战里面 只要一个大放了好 还是非常的优秀 而且现在维努斯的发育 是非常的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108个刀 微笑的补刀 从来都是很让人放心的 是的 那么现在结势已经有大招了 看着期待一下 他接下去的一波杠坑 他已经出了五速鞋 他还是要走这种 平凡杠坑的路线 要打得稍微激进一些 W在这一块的视野好密集 刚刚有三个也能再插在这儿 这边的话 视野是绝对不能断的 因为他现在这一路的优势一定要保持住 大虫子这里 跳起来 走 还要反打吗 可以反打 这边的话 在黑态的让子消耗 交了点燃 大虫子现在很危险 大招没有差别 漂亮 两个Q都miss了 这边草莓成功等到了 直接的支援 而且他刚才这几波 躲大虫子的技能 躲得是非常的好 对 大虫子只要Q没法命中 他的伤害都是不成立的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这波的精彩回放 这边是成功躲到了第一个Q 大虫子依然紧追不折 这个时候发现 诺言赶到的情况之下 草莓选择了回头黑态的让 但是把这个W在了扫兵堆里 哎呀 这个Q如果能够Q到 其实就死了 但是这边草莓的走位 是非常的好 现在人头反超 刚才那个妹子明明说的是 生一个WE啊 对啊 人是生一个WE战队 勾 又勾到了 上 大招有没有 来把大招力打回来 这里一个变阳 维鲁斯是没有着急放 可能觉得上去杀不死 可能觉得对方有闪的话 这一波换得不划算 他其实这一波的消耗 我觉得应该是想把对方打回家 现在应该是对小龙有点想法 这边大嘴状态已经不好了 因为篮已经空了 对空篮 但这波线推到塔下也不得不吃掉 但是你吃掉的话 对方还是会推的 你现在什么时候回家非常的重要 是 现在大嘴就有点被限制到不能回家 杰这里的动向是被这个眼看得一清二楚 是的 这边的话凯尔爱 这里也掐了个眼睛看到了凯尔的动向 现在W还是在按照他们的节奏在打 是的 就是几条线一直在不断地捕兵发育 也没有着急去开 他们现在装备并没有领先 至少要等中路这个蛇女的装备稍微起来一点 才敢打这个小龙有点伤害 不然的话这一波如果蛇女没有伤害的话 他的大招一旦放不好就没法玩了 现在就是下路推陷 让对方的下路回不去 那么他补不了装备 也不敢强行开这个小龙城 是的 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杰的发育 这把刀现在已经残暴之力加五复鞋了 像一个中单的杰 这一环W确实是阵容感觉比较暴力 没有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坦克 是的 很极限没有拉到 现在的话我们看到好像是这小龙的想法 你们看到了强行在打 是的猪龙 这里的话还在打人马 这里没有大龙抢小龙 但是没有机会 好的 蜘蛛这个意义非常的关键 对 草莓是完全断绝了人马想抢龙的想法 因为蜘蛛已经及时过来 但是大虫子还在上楼推陷 是的 这一波团的话是四打五 就算你强行抢掉了小龙 那你这一波团也要是被面临的团面的危险 好大漂亮 蜘蛛反正给自己一个大招 血量还是不够 两个闪现 蜘蛛过来 这里 大虫子就是被抓了 有点危险 两个闪现 直接追击 非常果断 果然是他两路不接近 好的 这一波节奏W打得非常漂亮 先拿一个小龙 然后上下两路同时开花 一下子把这个节奏带起来了 是的 这边的话 人马想过来反打一波 这边维鲁斯急一个灯笼拉走 人马放大 但是觉得很难打 维鲁斯现在伤害不够 还要强行来吗 大嘴没拿太尴尬了 好 这个确实是帮助维鲁斯成功逃生 卖掉了自己 这就是爱 但是中路又是没有人防守了 好的 这一把的话 节奏带着非常的好 对 结现在是两人头两出攻 我觉得好像 就之前在电视机前 看那个职业联赛的时候 大小龙的出镜 比每个队都高 是的 每一波的 无论翻盘是 还穿盘也好 拿下也好 跟大小龙都息息相关 就给大小龙配音的朋友特别多 是的 现在凯尔的话 就已经出到了风刺 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一波的精彩回放 这里垂直的勾非常的准 直接把自己拉过去以后 放一个印 开启大招 宋史露露是把大招交给了自己 并且没有能够碰到这个垂直的大 但是自己还是死掉了 而与此同时呢 上路截了大招 配合着蜘蛛 加上两个闪现 成功晒掉了大虫子 其实打大招子的话 现在蜘蛛我们可以看到 初期的发育其实并不是很良好 但是随着几波的击杀以后 他现在已经双穿加大腰带了 我现在这个大招子来了 成沙 在我上路赶 感觉这个大虫子很危险 可能要被单杀 非常漂亮 被单杀掉了 我只能说苦了诺言千里迢迢赶上来 连个助攻都没成功 但是不得不说 蜘蛛在装备本身就领先大虫子的情况之下 这边两边的一个对拼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大虫子现在其实装备非常的差 刚刚做出时光 而且他的大招完全没有吃起来 那看到打野出现在上路 下路要推进了 这个塔应该是要放掉 因为这边的话三人推 下塔肯定要放掉 基本上是换了 换了 换一个塔 但是换一个塔不一样 因为对方还拿了你个人头呢 对 这番诺言非常针对上路 已经来了第三次了 但我觉得二塔肯定是要守了 所以这方是四个人一定集合 有天使的话推塔还是比较快的 还好维鲁斯这边清兵 虫石勾 哎呀 差一点 这下被勾到就很危险了 这下勾到大嘴都要哭了 蛇女的装备也是慢慢起来了 她现在补刀已经是压过了天使 而且做出了大腰带 下一次应该要出兵杖 对 是兵杖 然后双穿 这样的话也是蛇女一个比较主流的出装 然后这里的话凯尔是打算伸出羊刀啊 鬼魂的狂宝 这个的话确实是在纳什之家以后 直接接这件装备我们是比较少见的 好 现在是W一波反推 如果塔的血量已经不多了 LLM要小心啊 闪现大 不过没有定做 但是天使连的一个大 哇 这人马好大啊 两个人马竟然没死 LLL一个大 天使一个大 这个天使和LLL简直就是两个反手 太夸张的两个技能 所以说感觉打团 如果W在天使有大招的时候 想振对大嘴也是很难的 这也可以看出LLM这套体系的鹰霸之处了 他这套体系在对抗HIGH SPYDER的时候 已经用过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两边的反开都非常的给力 大嘴这一把呢 也是没有选择 现在比较流行的直接出破败 他是选择了直接出无尽 可能也是觉得对面的坦克不是很多吧 这是个变成小动物的锤匙石 然后开了个大 上路草莓又想对大虫子啊 没掉出来 大虫子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死三次哦 对 这两次已经很过分了对不对 又勾到了 又勾到了 直接叫闪现 反身一个Q还是跑掉了 凯尔过来给了一个W 现在感觉整个节奏 W已经是完全掌握了 感觉LM还是想慢慢发育 然后用这套体系来保大嘴 是的 可是我觉得的话 打打对跟他们拼后期是不太明智的 关键是WE对于团战的把控太完美了 如果一旦打到后期的话 可能你这波团里一个小失误就被抓住了 那就直接被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估计他们对天使的这个大招理解比较深 有可能 所以比较信心 而且后期还有人马抢大龙呢 怕什么 是的 我觉得诺莓应该不能忍这种被对方抢大龙的事情吧 这边大虫子和人马两个 作为专举这套大龙的专业护士 是的 我感觉跟W这样的强队拖到大后期 我觉得胜算是会越来越低的 是 但是可他们选择这个阵容就是想发育 对 我觉得发育的点有点太多了 这个阵容 就是上路大虫子也要发育 然后中路也要发育 然后大嘴更是要发育 对 我觉得至少三条线里面必须得放出一个点 是前中期不太依靠发育的 所以说W这边选择了一个前期非常猛的阵容 像杰这种在初期的单杀 你看一个打野英雄 现在已经是弹爆加小隐魔刀加一把暴风剑了 这个不像是一个打野的装备 因为一般打野的话 我们现在比较看到的是先出鸟盾 有钱了出个白盾 基本上人生就到头了 这盘诺言完全把自己当成第三个核心来打 好 这边第二只小龙也是刷新了 W又是拿了第一只 所以对时间计算应该比较准确一点 是的 不过LM这一次可能要球团了 再这样被拖下去的话 看到这个露露是不是又要被埋伏 啊 插了个眼 啊 插了个眼 啊 插了个眼 是勾到了另外一边 嗯 这一波五为五 哎呦 好痛 露露这里被打了一套 这边的话小龙不敢轻易的去打 是的 我感觉龙生觉得他的出装每次都是很暴力的 玩什么服务都很暴力 好 W要球团 看看人马 这个打得太快了 人马没有反应的机会 人马翻手大吗 也没有考虑大的 这一波的话 凯尔已经去推中塔了 而这四个人想拖延一下 中塔有机会推掉吗 凯尔要小心了 这个截 感觉W就是在这样的慢吞吞的节奏中 就瞬间把这个优势又一次的确立了 是的 现在的经济领先已经到达了5000 那现在神女的装备也发育起来了 是 神女现在一直就在默默打前 对 所以说现在中路这波应该是要推的 哎 看你怎么守 你敢守的话我谁你这里的反手大直接丢上去 你看到这个封的补刀已经是到达了188 对方的天使已经追平了 这里继续的推进 就是要先把中路二塔耗点 这里少一个鹿鹿不敢轻易的开团 LM这边也是很稳的 两边其实牵手并不是特别强 但是反手都非常的厉害 是的 所以两边都没有想开的意思 只能说在远程的耗一下 但是如果说LM让W这样再把线继续往中路耗 把这个塔快点掉的那一波很有可能达到墙上了 对 而且上路的兵线呢 对于LM来说也不是很好 所以说W现在很乐意在这里去引耗 这个塔应该是要被耗掉 耗掉的时机 这个LM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走位了 是的 这里是选择了撤退 下路自己的兵线也不是很好 这些效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对 而且看到对方蓝buff有了 所以说先去抢个蓝 我们应该要先拿一下中塔吧 现在WE的阵心还没有站妥 这个中塔不知道还剩了多少血量 应该是可以轻松拿下 把这里蛇女和威鲁斯要回家了 好的 拿掉 会不会直接连拿两塔 但是冰线没有了 因为没有冰线了 维鲁斯就是被垂石勾了过去 维鲁斯 维鲁斯被垂石勾了过去 拉了过去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 这两个人看起来是不是平常 用这个组合很少 这场一直在点那个灯哦 是的 他经常喜欢点那个灯哦 直接过去 确实没怎么见过卷毛选垂石 确实啊 之前的话就算没有这个垂石 有垂石他也不拿 他比较亲爱的 他也太不拿 可能这场是觉得对方 比较擅长这个英雄 很看重 所以就把这个给拿过来 好 大虫子过来一看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大的呢 不把为什么先吃了再说 大的呢 大了没了 这个好悲伤啊 这里的话 手里拿到这个栏以后 持续不断地发育 现在已经是冰杖双川 而且你没发现 这个LM的大虫子 在前期这么劣势的情况下 出了时光帐回去 还补了一个暴力魔帐 对 他还要出一定的法伤吗 感觉这一局 他还是肉一点比较好 因为毕竟有大嘴的输出 你发现没有 他们这边两边都是一个 没有什么前排的阵容 很暴力的 都是出了输出装 包括蜘蛛这一把 也是双川阶兵杖 对 W这个没有前排 没有的很彻底 继续来到了中落 维托斯在发挥 我感觉这场蛇女 估计就是他们的前排 是的 这个大招就是他们的前排 闪现过去放一个大招 然后基本上任务就完成了 然后在旁边丢丢技能 丢Q丢个E 现在的话我们看到 人头比7比3 这一场的话 打到26分钟 仅仅爆发了10个人头 两边打的都是非常的稳 对 但是现在这一波团 就如米勒所说的 现在这一波谁先打谁吃亏 是的 两边的反手太厉害了 这一波团的节奏 应该就两边先互相消耗一下 看看哪边先忍不住 但是忍不住那方 很有可能会吃的一堆大亏 是的 天使继续补了一个大棒子 可能要下件做帽子 出一点AP的伤害 但是我们知道凯尔的话 其实大面具是一个很适合他的装备 不过现在好像 凯尔比较青睐于这个 高EP了吗 帽子之类的 大面具的话 刚开始流行的那段时间 可能大家比较喜欢出 现在回去已经看到 LM这边露露带到一个药水了 两边都开始要做大龙的视野 好 这边大虫子吃了一辈子 终于是吃起来一点 但是感觉 蜘蛛是不依不饶 还要打 有兵杖的蜘蛛 这边黏起来打很痛 但是人马蜘蛛马上叫支援过来 草莓要小心 又是吊起来躲一个Q 吊在了这个小冰上 想追大蜘蛛 但是没有红BUFF 没有红BUFF 闪现过来一个Q 躲掉 不过感觉还是要死 最后一下被人马带掉 这一下有个人数的优势 看看是要推塔 但是大嘴是在中路有点脱节 应该要往上路赶一下 但是这边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在大嘴赶来的途中 去阴他一下 因为演的步骤是非常的好 这个卷毛现在把这一核道的视野 控制得很好 大嘴要非常的小心 是的 这边大嘴不敢上啊 大嘴现在不敢动 这个大嘴打团战 一定要站在天使能够到他的方式 是的 不然的话他应该是瞬间被秒 要是被分割开来就很难打了 这边大嘴快跑 突然感觉到危险的降临 四百没了 漂亮 这个大嘴放得太果断了 就是为了这个四百 接着这里又是抓到一个人马 放大 天使 天使的大招给到还是没有问题 但是这一波的话 由于是死掉了露露 其实还可以接受 两边都是在这种小摩擦中找机会 但是你要真打团起来 想秒人很困难 凯尔是没大的 凯尔是没大的 凯尔是没大的秒了 最后是让 这大嘴点掉蛇女之后 自己也是自身难保 还像一个大虫子 但这一波的话应该是为了保护这个大龙啊 只要大龙不被拿 一切他们觉得都可以接受 是的 但是达瑞在大龙这几个点细节处理的非常的好 还有一个上单被一个辅助追的满世界跑啊 血量有点不够了 哎 维鲁斯去扛一下 好 一个大虫子 哎 露露 闪到达瑞 过去抢 想多了 拉过来一个维鲁斯 漂亮 这一波配合非常的好 救起来 但是大虫子自己已经是 漂亮 这一波达瑞在这里赚了非常多的便宜 我觉得LM这一波很郁闷呀 明明没有打5v5的团战 但是莫名其妙大家都死光了 好吧 那这一波打完以后 我们是看到WE战队已经 稳稳地占据了 这个占据了场面上的主动 关键是现在有龙buff 而且这个龙buff好像是每个人都有 看一下蛇女有吗 因为蛇女刚才是被她给点死 啊 没有 没有 不过她现在 刚才那个露露被杀 只是一个辅助 哎 这边已经打起来 先看一下这个 没有大招 大招都丢不出来 那这一波的话 节奏就完完全全落在WE手中了 这一波小龙要被拿了 就之前所说打WE打到现在30分钟左右 他们经验太丰富了 完全不会犯任何的过错 反而会抓住你很小很小的失误 然后一波就垫定胜局 然后一波就垫定胜局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直接勾住 垂直飞了过去 那蛇女这个大招放的是非常的果断 然后紧接着这一波 凯尔在这里用掉了大招 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隐患 对 跑到了人马 可是自己这边由于没有视野 想去看一下 然后这里成功阴了一下对方主力的输出 这里再一次勾到了 哎呦 这里的话卷毛用这样的英雄确实是非常的强啊 是的 不过不得不说大嘴这一波偷还是偷了很漂亮 那维努斯的闪现焦率也非常的果断 好的 那这一波打完以后 我们看到场面的人头已经是14比15 领先9个人头 经济领先了9000块 而且现在维努斯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装备是非常的好 不只是维努斯 这边蛇女的装备都已经很不错了 大面具 然后治天使配合这一个冰杖 又肉又输出 尽管是一个无前排的阵容啊 但是就是依靠高伤害快速的秒掉你的所有人 是 这一番W一抓机会能力太强了 尤其是卷毛 在视野良好的情况之下 卷毛的这个勾经常能够打破僵局 对 那最近的比赛其实卷毛的情侣啊什么的 基本上都是掌握一个团战的发起者 并不是由其他人去掌握这个节奏的 而是有卷毛自己打的都非常的到位 而且现在的话凯尔本来是承担一个主力的输出位置 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 IRM战队完全没有发挥出这一套阵容的特点 其实他们这个打团是不输的 当然就是打不起来团 每次就是莫名其妙 就是没人了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刚才说的就是太需要发育了 是的 就稍微一两个地方改一下英雄 可能会好打一些 关键是他们每次都是被迫开团 就从来说 而且他们被迫开团的话 他们也是人不齐的情况之下 比较难过 上路大虫子带线好几次带的太深了 对 而这一边的话 诺言这一把真的是报仇血恨了 这个当成一个中单来打 他的装备现在非常的好 如果我们看召唤师技能 光看数据和装备 很有可能就觉得他是个中单 195个刀 现在我们看到大虫子应该是要继续的补充一下AP的输出 可能要先出个中亚吗 出了两个不小 现在W还是稳稳的先把外塔全部拔掉 是的 然后再少你的高级 W实在是太稳了 完全没有给你漏洞 主动耗塔的时候经常就能先手发现 对 这是W可怕的地方 那这边的话高低应该是要推下来 然后慢慢的在这里耗 那这里的话再次提醒网络上观看了观众们 大家可以登陆到 URL.TGA.PLU.CN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上呢 有多种播放器可以选择观看我们的直播 这边天使的下一件装备是中亚了 嗯 说了中亚可能稍微能增长一点这个团战能力 但是现在蜘蛛的这一套装备 大面具配合冰杖 它的消耗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一个W过去 这个跟踪的呀 非常的猛 现在W基本上是把线推过去 然后消耗塔 对 之后利用蜘蛛的翼和垂石的钩来找机会 如果没有先手的话 我们就推塔 有先手就直接上 好看这边 杰应该是去把中路线也带过来 对 那么因为LM上路已经走不开了 是的 现在三条线对W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 这一波进攻应该是势在必行 现在LM 两部线都过来的话 对 你只能分人了 分人就很容易被墙上 对 三条线冰线都很完美 而且蜘蛛和垂石的先手能力 其实是比较的强的 一旦被控到了的话就比较尴尬了 不过凯尔的单人手线能力还是比较优秀的 现在双方还处于一个拉锯战的阶段 找机会 都在找机会 LM也是等WE犯错 但是在不断的拉锯战过程当中 现在明显是WE更加优势 他们的经济已经逐渐拉开到一万两千了 是 但是LM 我感觉最重要的还是 这波不要死太多人 那你的意思是 现在已经确定LM会输了 不是 就是他们兵线已经都进去了 他们没办法出去 所以能守的情况就是耗着 好消息来讲的话 就是WE的这一波大龙buff 并没有能够完成一次精彩的团战 是 所以这样来说 如果说WE已经回家了 这波对LM就很有帮助 可以接受 对 现在陆陆当务之急 先把视野做起来 他地图上全部是被卷毛给点亮了 他刚才刚带了个400出来就被秒了 这对他经济也是很有影响的 而且关键是 现在第二条大龙马上就要刷了 你现在到底是做视野还不是做视野呢 如果你不去争这条大龙的话 只能是坐以待毙 我觉得WE这波可能是想要控野区 然后在野区抓这个创演的鹿鹿 一旦抓住了再拿掉大龙 那就真的没法玩了 WE这个节奏真的让LM感觉到了 有点窒息的感觉 而且关键是LM现在是有力使不出啊 真的就是整场比赛没有打一波完整的团战 就是这样输掉了 是的大龙已经开始打了 这边的话LM战队看来是要放弃了 这边打的速度非常的快 这个大龙守不了了 那拿完这个大龙的话 只能听力手一手搞定 还是说关键英雄不能太早输掉 否则这波可能是 好 就不要说关键英雄了 我觉得凯尔的大招都不能太早掉掉 对 就很关键 哎呀 直接秒掉 一点脾气都没有 好 维鲁苏的大招大到了大嘴 大嘴交自己的闪现 凯尔呢 但是没有办法输出了 凯尔杉杉来迟 但是前排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飞得好远了 这里人马也要被维鲁苏最后一发球 还是没射中 我感觉这波就是对LM最不利的一个 哇 这真的如来活样 哎 蛇女换掉了 换掉了一个蛇女 这边拼死是换掉了对方的蛇女 但是这边凯尔是没有大招的 开启的中央 但是也只能 好像是一个Q被击杀了 是的 又是这样 大龙虽然知道对方在打 但是 对 W在处理这种细节的时候太老道了 还是没有给你五为五开团的机会 但是就这样把你打鸡鸡了 这个就叫避袭锋芒 在LM最有优势的一波的时候 其实W一直在给你打太极 嗯 太可怕了 好的 又勾到露露 卷毛这把 勾字的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 这是辅助世界的对决好吗 好的 而且这边的话 他的W技能和作团队配合也非常的优秀 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